本次有一個畫面 作詞, 作曲 作曲 編曲 編曲 1945年的春天 一位住在美國的華alion木匠 他義務幫團體製造了一批木箱 這些木箱就用來裝了一些衣服 送到中國的孤兒院 完成了工作之後 他的工作就很開心回到他的家 然後突然發現 為什麼不看見了眼鏡? 他想来想去 觉得这副眼镜可能留在木箱里面 但木箱已经送走了 也没有机会再拿回来 他足足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存够钱买一副新的眼镜 这件事令他觉得很生气 为什么好心没有好报呢 几年之后 这间中国孤儿园的院长来到美国做探访 他特意去到这个机构 要多谢这批善长 当年送了这批衣服给他们的孤儿 在答谢的话当中 他特别提到很多谢这批善长 送了一副眼镜给他 原来当时打仗 他自己又不小心弄坏了自己的眼镜 换了一副眼镜 看东西不清楚就会头痛 又处理不了事情 在当时的情况下 他根本就没可能可以配过一副新的 他为了这件事很烦恼 每天都向上天祈求 希望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有一天有一批木箱到了 而在一批衣服当中 竟然被他发现一副眼镜 而这副眼镜的度数刚好 他戴了这副眼镜之后 不单只看东西清楚 头痛都没了 令到他这几年可以很专心 和积极地处理孤儿园的事 帮助了很多小朋友 所以这次来到美国 他专程向这批善长 多谢他们当年的帮忙 大家听完院长的说话之后 都觉得很神奇 没理由的 当年援助物资的清单上 明明没有眼镜的 一定是院长搞错了 只有在人群当中的这位老木匠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坐在最后排 一边听一边流眼泪 他在心里想 原来上天借了我副眼镜 将我副眼镜送给他认为 更加有需要的人 我其实常常都会不见得到的 当失去了之后 我就会怪责自己 为什么会这么不小心的 是怎么不见的 然后接着就很不开心 就很希望在某一个情况下 那件物件会再次出现 令我失而复得 因为我很执着地觉得 这件物件只有我才应该可以拥有的 但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我就明白了 原来上天有他的安排 每一件物件或者每一件事 在不同人的身上 在不同的角度 都有他存在的意义 和发生的原因 根本不需要执着 所以下一次 如果你这么不幸 不见了东西的话 不妨可以这样想一下 你的小小失去 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大大得着